35岁的赫尼卡·布里特曼是一位单身母亲 有四个孩子 当她决定捐出一个肾 以挽救一名陌生人生命的时候 绝没有想到她实际上挽救了五条生命 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一个人 延长她的生命 让她活得更长久 而不是在那儿等啊等啊 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 布里特曼这类捐赠者被称为 利他性或非定向性器官捐赠者 而布里特曼的决定 启动了医生们所说的连环肾移植 这位年轻妇女做出了一个利他性的决定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谁是接受这个肾的人 但我们由此开始了一连串的配型工作 从把一个万能捐献人的肾 移植到一位只能接受O型血肾脏的病人开始 最后结果是五例肾移植 亚当阿贝纳病情危机 他的同性情侣菲格森属于万能捐献人 也就是说他的肾可以捐给任何人 出于感情因素 我当然愿意把我的肾给亚当 但是当我们知道其他人需要一支肾 而且我的肾正好对他合适 我们就决定把肾捐给他了 医生们所有这些努力 使得我们大家能够相互帮助 让这么多人受益 真是太棒了 几组医生和病人同时做好准备 一切就绪后 我走进捐献者的手术室 取到肾 清洗 进入另外一间手术室 开始移植 亚当说 尽管菲格森的肾 最后没有移植在他的身上 但仍然间接挽救了他的生命 最后的结果是 布里特曼的肾移植给亚当 菲格森把自己的肾捐献给纽约的一名商人 作为回报 这名商人的儿子捐出了一支肾 给一名年轻的海地移民 这名移民的父亲 又把自己的一个肾 捐赠给辛泽西一名退休教师 而这名教师的妻子 把自己的一支肾 捐给了一名等了四年的患者 布里特曼最初的无私决定 最后把这些原本的陌生人 永远的联系在一起 感谢观看